7月29日,火箭队已经对外官方宣布,同球队24岁的天才中风卡佩拉正式取约,后者签下了5年9千万美元的新合同。 这笔重要的签举,令火箭队上下振奋不已。卡佩拉在完成熟约后表示,我们还有未尽的事业,我们想要赢得总冠军,这一支都是我们火箭队的目标。 35岁的老中风妹妹也表示,期待和卡佩拉一起联手拿下总冠军戒指。 火箭队主教练德安东尼在今天最新接受采访时,也对此发表了看法。 他说,现在的NBA有很多的竞争,在过去几个赛季里,牛士队看起来就像是不可战胜的。 包括上个赛季也是这样,我们在西局翻比赛输给了他们,但我认为,根本上他们并非不可战胜的,他们也在努力进行提升。 所以,要靠我们是否能够做到在新赛季战胜他们了? 火箭老板费尔蒂塔也给全队下达了命令,这位身家高达44亿美元的富翁表示,我们完成了整个修赛季最想要完成的工作,我们留下了卡佩拉和保罗总计花费了2.5亿美元,现在我们的几位核心球星都有四年以上的合同。 我们这样做,可以保证球队在未来的几年里,每一年都在冠军的争夺战中,处于不错的位置上,每年我们都能放手竞争总冠军。